武財神的開祭祖廟北岸武貴宮 裡面所有學生就是雙條的 雙公民大將軍 但是為什麼一台武將 可以讓大家順稱為武財神呢 其實現在台灣最夯的財神贏 就是我們的雙公民 我們的現階原稅 我們的武財公雙原稅 他做財神是因為 人家在鳳城本來的時候 都看到他的部下有四位 都是財經專家 北岸這間中的兩位老闆 在鐵鐵人家的鐵油來倒閉 還放到雙龐山 看起來也是要用自己的力量 拿所有人動的信用做一些貢獻 不知道這套雙龐山的背後 有什麼極實的故事 我們的武財公就是要南巡 我說我不想參加 所以我要穿這種的 武財神是我們很親密的 不然我帶他去看 對著老闆的腳步 我們還到他們家後面去忙 他是說老闆 你不是報告我們在看武財公 怎麼會帶我們來你們家後面這間 這是因為我們老闆要進去家後 搬過來 我們老闆打拼 自己用油吃吃不好 我們老闆的地方說 新港豬王很輕的 豬有千歲 我們叫來問 叫來問問問的 只剩一個北港的神 要用一個兵的兵的兵的兵 像我六七年 財神我們感動 說願意讓我們贈金神 故意是無財神 北港的目標在台灣 我們可以說是 頂港有名聲 會有出名的財神廟 它團體的故事 在從九戒來面算很出名 若是這樣你又不瞭解 也沒關係 我們在車 有代代勝財財經北京 過去是老闆公司當事長 現在等人北港無財公主委 臨安獨主委 來給我們細說重頭 好 那我的公司 它發跡於一個 中藥行後面的一個 算是神堂 那麼這個起遊是因為 我的外公在民國四零年代 買了一間中藥行 要職業 要開業 那一直到民國五十年左右 有一天我的外婆 洗衣服的時候就突然 突然昏迷 那後來從那一次事發之後 就常常會有這種 昏迷不行的情形 那因為看了中西醫 都沒有什麼改善 也找不出病因 那最後才去求助這種神明 求神問卜 那後來透過這個 新港持五千歲的降卵 那時候才知道說 其實我們買到了中藥行 過去其實是武財神的今生 停住過 那麼一點靈光還停住在當地 那經過這個七年的 供奉之後 才可以透過這個 赤府王爺的跡身 來轉述這一段歷史 就是說其實它在道光年間 被信誓從這個大陸奉勤來台 那登陸的地點就是在我們 所買的這個中藥行的內部 那後來就是可能也是地形地貌 地上物都改變了 那可是神的一點靈光還住守在那裡 那經過這個我們重新雕塑這個 財神爺的今生之後 那武德宮就從此開工了 雖然登陸頭人 只有五十年所有的時間 不過自民國五十九年 武貴宮開宮以來 主委這個節目 都是由林主委 他們家的中部來登陸 所以如果是要說 北港武貴宮的故事 相信沒有人比林主委更清楚了 這年人感到的武財神 不知道到底是何方神性 會記得關於裡面 好參加也有武財神這個角色 不然會跟中國信仰裡面的武財神有關聯 武財神就是我們方神奔 裡面的中公明 中公明是幫助我們的雙條中王 所以在我們戰爭當中 中公明他來陣亡 所以說在方神奔的時候 共主委每一位都要向他方神 方中公明 金龍如一 正一 我們良好天大真君 我們簡稱天大真君 他來贊任我們的武財神 我們的武財神 他的學宗和他的腳步手錄 在我們的歌語武台 庭園表面是比較不一樣的 武財神就說明他在擋的腳步 因為他是抓法刺 矩矩矩矩矩 所以說武財神在走的腳步會比較近 比較有武將的身段 對說明因為他是一個武將 所以穿的學宗 是穿的比較正確的感覺 所以他在手抓矩矩矩矩 我們武財神在抓矩矩矩 殺糖果 其實在我們的歌星 我們本身當中 殺糖果 他只不過是說 讓觀眾去討個吉利 平安湯 讓大家說 大家吃甜甜的 可以好過年 其實跟歌星一樣 武財神的開基祖廟 北岸武貴宮 裡面所有學宗 就是尋找的 中公明台中君 但是為什麼一台武將 可以讓大家尊稱為武財神呢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最夯的財神贏 其實就是我們的中公明 我們的現場原稅 我們的武財公 中原稅 他做財神的行為 我們在鳳神本裡面 經常都看到他的部下有四位 都是財經專家 招財進保 立事先關 所以其實中公明 他做中路財神 他是什麼 他是統譽 所以他透過統譽 來管理我們的財口 所以他有四位非常重要的財口 他還有什麼 他還有他的腳踏 我們的豪爺公 我們的黑豪爺公 他也是很厲害的 他也是會去加錢 他對著我們無路財神 武財公之後 他一定會去幫 我們大家的信者來加錢回來 武財公從廟到現在差不多四十多年 因為武財公 神為現職救助眾生 本年出的廟宇已經超過五十多年 今天剛才是武財公到軍營廟宇 要做那些藍燒的大日子 不然一陣子 整個廟宇就這樣繞了一群群 就算武財公 選定的日期不在家裡 但是由我們欺財來自 市民百風 麻麻的進度 導致來共襄勝出 武財公 武財公要做任何重大的事情 其實都要憑財神爺的卵文 那麼我們在五年前 財神爺突然說要做一個連禁 那麼他用意就是凝聚這一脈的一個香火 讓彼此都跟祖廟聯繫得更緊密這樣 那到了今年正好是已經事隔五年了啦 財神爺有一次突然降之後 他就說要南巡喔 而且這個目的地拉得非常遠 就是要到我們這個 等於是說武財神爺財神信仰香火分駐的最難段 所以說他這個我們把這個沿線的這個分林地圖 然後調出來看才發現說 其實從北港椅子到車城這一路喔 財神信仰的分布其實是相當的密集啦 那所以說他這次有點算是一個 巡鄉的一個性質 他巡悅他在本島的一個分林的狀況 那也把他呢 希望把祖廟的這個神力喔 給擴及到這個每一個香火的分駐點 要四財四福給這些分駐點的信眾 在小島上有一場這麼重要的盛行 這真的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三張千元贏起來 不是救自己的好 都是救百人的好 我覺得我跟媽比大運的事 就一定要做到 帥哥